张氏对于是否到西山避暑这件事 其实是无可无不可的 当初老郡公还在时 他确实有到西山避暑的习惯 侯府在西山也有别院 不过后来被牛氏送了人 赵伟得席爵位后 查过家产清单 就知道自家没有一处位于西山附近的房产 去年秋天 他们祖孙受曹太妇人之邀 去了西山赏丘礼佛 玩得挺开心 回来时就顺手在西山脚一带买了个小庄子 在里面修了个小宅 预备日后赏丘使用 赵则脱离了糟心的家人后 未离京前就是住在那里 如今自然是空着的 那一带的气温比城里凉快些 用来避暑也可以 不过如今他们祖孙搬回了侯府 跟从前住在古楼小宅时又不同了 修整侯府房屋时 赵秀特地嘱咐过央士城 对祖孙三人的院子做过精心设计 有火墙火炕可以避寒 也有满院子的花草绿树葡萄架一类的东西 可供夏天降低温度 除此之外 院角摆着消防用的大水缸 抄手游廊也挂了遮挡太阳的密竹帘 赵秀还提前在府中冰窖里储足了冰块 这个夏天 他们祖孙三人过得并不怎么辛苦 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跑到西山去了 跟其他达官贵人们住在西山上的山景别墅不一样 建南侯府在西山的别叶 是一处位于山脚下的小庄 房子刚修建好半年左右 家具摆设什么的 当初为了安置赵泽 就随便置办了些 不是什么很好的东西 宅子里也没有侍候的人 只叫庄头雇了两个农妇做打扫的粗活 地方又比较小 真要住下来 肯定没有侯府舒服 跟亲友家来往起来也不大方便 生活远不如城中便利 如果真的热得受不了了也就罢了 既然没到那个境地 又何必自找麻烦呢 张氏觉得 今年皇家不打算去西山避暑了 想必经理有身份的人 大部分也会跟着留下来 包括他平日比较熟悉 教好的人家 而赵伟还需要为秋伟备烤 与其跑来跑去的折腾 还不如就待在家里算了 如果天热得厉害 大不了多用些冰 他这么对高真说了 高真倒没说什么 只是笑道 天热时虽难受 但也不是没有纳粮的办法 到了西山虽凉快些 整日没事可做 也是无聊 留在城里反倒还能寻心乐子 黄祖母就常说 天热时心情烦闷 想要有几个人陪着说说话 偏今日皇后忙着周年纪之事 每日只能去慈宁宫请个安 没什么功夫坐下来陪他 他老人家见皇后忙着正事 又不好意思开口留人 别的太妃太贫闷 聊来聊去都是那几个话题 不如见见外头的告明们 时不时能有些新鲜事听听 更有意思些 可惜如今进宫的告明们 不少都别有意图 令他聊天也不能痛快地聊 又有些不足之处 张氏一听就明白了 不由得对太后同情起来 如今进宫 到太后面前奉承的贵妃告明们 十个里倒有八个 是冲着皇长子妃的位子去的 每每总要带上自家的女儿 或是孙女 不然就是外甥女儿 持女儿 持孙女儿 反正是跟皇长子年纪相近的晚辈女孩 嘴上没有明着推销 却拼命地在太后面前夸她们 有多么端庄 稳重 聪慧 贤淑 张氏从前觐见太后时 就见识过这种场面 深觉其中有些女孩 跟她孙女儿 照秀 年纪相近 甚至还要在大上 一岁半岁 却还没有照秀 懂事 聪明 偏又要做出端庄 稳重的举止 不少人 都像是木偶一般 重复着练熟了的动作 面目打扮 都大同小异 看不出哪一个真正出色的 可谓储君之父 方仁珠原是其中佼佼者 可惜又为家人所累 失去了候选的资格 如今还定了亲 太后想要找外命妇来聊天 解闷 又挡不住人家别有意图 心里当然烦恼了 这种时候 像张氏这等 没有攀龙付奉的意图 又能与她谈得来的 外命妇 就显得格外的珍贵 张氏领会了高真的意思后 想起自己 也有些日子没进宫去了 就不由得心中生愧 她对高真说道 年后因有事 已是忘了进宫给太后请安 实在是罪过 既然太后如今 想要找人说话 明儿我就叫伟格地牌子 高真笑道 黄祖母当日曾单给您了一个牌子 您想进宫 只管让府里的管事 去宫门打声招呼就是 倒也不必每次都让伟格陪同 她不是还要备考吗 还是让她专心读书吧 若是老夫人觉得没人陪同 多有不便 带上秀妹妹也是一样的 正好让太后见一见照秀 若能留下一个好印象 就更好了 张氏想想也对 正要答应 赵伟在旁忽然说 这也没什么 祖母又不是天天进宫去 我偶尔陪着走一趟 并不费事 妹妹总归是女孩 又是这样的年纪 祖母本来就没有别的想法 可别进宫见一回太后后 就叫旁人说起闲话来 倒像是我们家也有那 盘龙富凤的念头了 她边说边看着高真 嘴角微微翘了翘 张氏听了 方才猛然觉醒 赵秀比皇长子大不了多少 若她带着孙女去见太后 就算她问心无愧 也免不了会有人猜忌 连太后也很有可能误会 那就没意思了 于是她就说 伟哥说得有理 秀姐就别随我进宫了 我身体还算硬朗 自己也能跑一趟 不过是陪太后说说话罢了 这有什么 哪里就非要人陪着来 她也不同意孙子陪同 怕耽误了孙子备考 赵伟嘴角的笑意消失了 她抿了抿嘴 祖母的想法跟她原本的计划不太一致 她可不放心让祖母一人进宫 天热得这么厉害 功力规矩大 万一中了鼠 祖母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叫她如何放心 宁可自己陪着去 不过她再悄悄看了高真一眼 觉得等人走了 她再私下劝祖母也不迟 便没有吭声 高真扫了赵伟一眼 便笑着对张师说 老夫人不必担心 等我回了宫里 嘱咐底下人一声 似会有人照看您 即使您是一个人进宫 也不愁眉人嗜好她 那就多谢师子了 张师心里顿时安定了许多 高真与赵伟对视 很快又各自转过头去 这时候赵秀回来了 开饭了 是在这屋里吃 还是在前头花厅里 那边窗外就是树 坐着凉快些 张师便说道 那就到花厅去吧 赵秀应了一声 吩咐身边的丫头柳绿去传话 自己搀扶着祖母 又请高真一步 一行人齐齐往外走 高真含笑与她交换了一个眼神 赵秀眼珠子转了转 脸微微红了一下 没有说话 赵伟忽然清了清嗓子 仿如无事般 望望院子里的花草 身体却有意无意地挡在了两人之间 遮住了二人的视线 赵秀有些心虚 又暗暗休脑 便问道 哥哥这是上火了吗 时不时就渴一下 我叫人晚上给你做清热拜火的汤水喝 好不好 赵伟忽道 女生外相 古人称不欺我 不料祖母张氏信了孙女的话 也跟着说 一定是早饭时那道炸的面果子害的 我早就说过 早上不该吃这么油腻的东西 饭后喝了茶 容易闹肚子 又折腾得人不得安宁 秀姐也不必特特地给你哥哥做清热的汤水了 每日里消暑汤不断 再喝了这些汤水反而不好 倒不如让他轻轻静静地拜上两天火 只吃些青粥小菜就好 赵秀忍住笑意 煞有介石地点头 嗯 我知道了 祖母放心 赵伟的脸色一时变得难以形容 他愤愤地瞪了高真一眼 高真眼下偷笑地冲动 壮弱无视地看向院子里的花草 那形容神态 就跟方才的赵伟一模一样 一顿饭很快就结束了 高真陪着张氏吃了两口茶 再说几句闲话 便起声告辞 他还要赶在宫门下要钱回去呢 不可能待太久 张氏命赵伟送客 赵秀只能送到院门口 高真有些不舍得 收回了放在他身上的目光 便毅然转头 在赵伟的陪筒下离开了 赵伟脸色阴沉沉的 一路走 一路用极低的声量问高真 你今儿特地过来 只是为了在我家吃一顿饭 让我祖母带着妹妹进宫 去见太后 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呢 高真微微一笑 我在打什么主意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我的心意没有变过 做的所有事 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赵伟被噎了一下 狠狠地说 只要跟你今日说的话 又有什么感谢 别说你不知道如今进宫 奉承太后的告明 都是冲着什么去的 我祖母若也跟着去了 别人想起我们家 有个年纪与皇长子相近的女孩 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话来 无论我妹妹心里是怎么看你的 她都绝不会想要跟这等糟心事扯上关系 别人的闲话 我自会料理 你不必担心 高真直白地说 可等我出了笑 太后和皇上就会开始考虑我的婚事了 若不让他们想起赵妹妹来 万一他们给我订了别人怎么办 赵伟一惊 这么早 你今年才几岁 过两三年再娶妻也无妨吧 本朝皇室 似乎并没有早婚传统 皇子皇女虽然也有人会早早订婚 但真正完婚 几乎都要在满了十六岁以后 她以为高真要说亲 至少还有两年 到那时候 自家妹妹也差不多到说亲的年纪了 呸呸呸 她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 她才没打算把妹妹许配给这家伙 高真对此却不太乐观 皇祖母更希望我早些成亲 因为诺大的王府 只有我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无人主持终窥 她放不下心 而我父王无意续贤 又不肯纳策费 除了我早日成婚 还有别的法子吗 她看了赵伟一眼 我总不能为了自己的事 逼父王许取吧 赵伟愣住了 赵伟送走了高真 一边发愁 一边回到祖母张氏的院子 张氏正与赵秀 说着广平王府的事 看样子王爷与世子肯定要进宫 去过先帝的周年 王妃的周年 还不知要如何办呢 多半会像去年办丧事事那样 由王府总管筹备办 不过如今王府添了新常识 倒比去年强些 只是王妃的周年计 王爷与世子 都无法抽身亲自料理 未免显得有些凄凉 赵秀也这么觉得 不过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叫钟王妃 与先帝是同一天去世的呢 所有的仪式都会跟先帝的相冲 皇家当然会先紧着先帝来 而广平王又不能只顾着王妻 就丢下王妇不管 高真同样不能为了生母 就缺席祖父的纪理 这还真是个无解的难题 他跟张氏提了个建议 王妇虽有总管与常识在 却没有上得了台面的女眷 去年祖母还未到京城 孙女就天天到王府去坐着 帮忙招呼一下来祭拜的女客 虽然孙女没出什么差错 但严格来说 未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 只是当时人人都只顾着先帝的丧礼 又因为钟家坏事 许多人趋利避害 连给王妃上个香都不干 所以没什么人关注 这才让孙女顺利过关 今年肯定不能再这样了 要不 祖母出面帮一帮吧 就算不负责接待的事 在里头帮着统筹人员 管理数物 看看是否有疏漏之处也好 咱们家受了王爷大恩 帮点忙也是应该的 张氏想了想 这真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我自然愿意处理 只是还得看看宫里如何安排 若需要外命府入宫战潮 我也脱不得身 他顿了一顿 叹了口气 唉 其实 即使我用不着进宫 在王府也帮不上什么忙 王妃的周年纪 肯定是从简的 这是为什么 王爷对妻子如此情深义重 世子也非常敬重母亲 怎么可能会一世从简 他问道 是因为早前有过地震的原因吗 因为这个 好像连先帝的周年仪式 都要削减预算了 钟王妃的 自然不可能办得太大 赵秀觉得这个理由 还是挺合理的 不过张氏却说 这是其一 其二却是因为太后不喜 钟家毕竟参与过谋逆 虽然因为王爷与世子的缘故 太后不曾迁怒王妃 但也不赞成对王妃太过后代 先帝周年 宫里宫外 自然是以祭祀先帝为主 这时候广平王府 自家办个小仪式也没什么 但要是劳师动众 令满京城的官眷 都前往拜祭 太后定会不高兴的 赵秀哑然 怎么会 就算钟家不好 也跟王妃没多大关系吧 钟家还要害王妃的亲儿子呢 王妃自己都恨得要死 况且钟家坏事后 王妃的头衔并未被削 一应待遇也如常 太后怎会恼了她呢 唉 太后虽没有明说 但平日听她说话 几乎就没提过王妃 向来心中确实有怨 身边的人也都清楚 因我们家与王府来往得多了 我去年头一回进宫见太后时 来领路的宫人 还曾在私下提醒过我 让我少提王妃呢 不过太后对王爷与世子 是一如既往的疼爱 倒也不曾因王妃之故 而有所疏远 反而因为世子年少师母 太后对她更多了几分怜惜 她犹豫了一下 才说太后曾经担忧过 王府中亏无人照顾 只能由世子与总管料理 还向进宫进宫的外命妇 打听过 是否有年纪大些 又稳重能干的女孩 可以给王爷续弦 又或是冲作侧妃 不过王妃周年未满 王爷又要守复孝 所以没听见有下文 但王爷还这般年轻 肯定是要再娶的 只是我瞧她 对王妃依然思念得很 多半不肯续弦 顶多那个侧妃就算了吧 赵秀还是头一次 听闻这种事 不由得大吃一惊 不过仔细想想 广平王如今的年纪 不过三十多岁 在现代就是一大龄青年 让她一辈子不再婚 也确实太难为她了 她双目失明 身体又不好 生活起居 都需要有人贴身照顾 她没有纳过妾 王府里连个通房都没有 平时都是儿子高真 带着几个心腹下人 照料她 可是高真还年轻 总不能一直 陪在父亲的身边 哪儿也不去 什么都不做吧 那到时候广平王又该怎么办呢 就算他本人不想 太后身为慈母 皇帝身为敬重他的兄弟 也肯定会为他的将来考虑 给他找个温柔细心的伴 而这个人 如果身份是继妃 又或是侧妃 高真会怎么想呢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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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